7月16号下午 有微博爆料称 原波波组合成为之一的傅心博 现已签约荒芮世纪 成为李一峰的师弟 据悉两人还将共同参加某大型户外探秘寻宝真人秀 与盗姆团一起开启寻宝之旅 不过那人寻味的是 傅心博近日正身陷皮腿风波 更有爆料称 傅心博脚踏两条船 同时与影儿和嫩魔王亮雅交往 随后皮腿们两女主纷纷站出来打脸傅心博 就连昔日的好友 波波组合的另外一个成员 景博然也点赞皮腿微博 一时间久违露面的傅心博 被推上了公众的视野 此时传出签约消息 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望间 不少网友怀疑 若签约消息属实 这场越言越烈的皮腿风波 或许只是一个炒作的噱头 真正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傅心博全面付出造势 更有八卦账号透露 傅心博有可能代替杨阳出演 盗幕笔记2的小哥 此消息一出 杨咪咪版小哥们的粉丝 立马不乐意了 杨阳版的小哥已经深入人心 力挺杨咪咪 猛果的新闻劝粉丝们先别急 毕竟人家欢瑞 现在还什么都没说的报道 7月16号下午 有微博爆料称 原波波组和成为之一的傅心博 现已签约欢瑞世纪 成为李一峰的师弟 据悉两人还将共同参加某大型户外探秘寻宝真人秀 与盗幕团一起开启寻宝之旅 不过那人寻味的是 傅心博近日正身陷劈腿风波 更有爆料称 傅心博脚踏两条船 同时与影儿和嫩魔王亮雅交往 随后劈腿们两女主纷纷站出来打脸傅心博 就连昔日的好友 波波组合的另外一个成员 景博然也点赞劈腿微博 一时间久违露面的傅心博被推上了公众的视野 此时传出签约消息 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望间 不少网友怀疑 若签约消息属实 这场愈言愈烈的劈腿风波 或许只是一个炒作的噱头 认证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傅心博全面付出造势 更有八卦账号透露 傅心博有可能代替杨阳出演 盗幕笔记2的小哥 此消息一出 杨明明版小哥们的粉丝立马不乐意了 杨阳版的小哥已经深入人心 力挺杨明明 猛果道新闻劝粉丝们先别急 毕竟人家欢瑞现在还什么都没说的报道